裴德中学设立资源中心 为17名有听力障碍的学生提供资源 这是教育部努力为师聪学生 创造有利学习环境的一部分 17名有听力障碍的学生 在新设立的资源中心修读辅助课程 学习社交和生活技能 他们之前是在离世课室上课 同时师聪学生也在主流环境中 与其他同龄学生一起学习 哈里马总统在资源中心开幕里上表示 这是整合有特殊需要学生的好例子 给促进更包容社会发出强烈信号 哈里马总统也参观了学校的图片展 并和同学们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